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讲的是 做父母的辛辛苦苦啊,存钱 把孩子送出了国外 可是换来的却是一句 妈妈我恨你 最近几天呢,我就开了一个群 叫做心情极简群啊 因为我知道在海外大家有时候经常会很郁闷 然后呢,我就希望建一个群给大家聊聊天啊 说说心里话呀,说说烦心事 然后大家互相安慰一下 一开群的第一个人上来呢 讲的就是在海外 他由于不能适应海外的生活 觉得非常沮丧 非常的郁闷,非常的不开心 感觉自己又快得忧郁症了啊 然后呢,就是 然后我们大家就纷纷的开始讲 就是我们出国以后所遇到的困难 和在国内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些东西 说实在的,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 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出国以后,你将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大人 我们出来了,是因为我们是 自己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的 我们既然选了,就要背起这个责任 就是说我们要承担这个后果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是孩子,我们做父母都觉得 哎呀,给孩子送出国了 学习,出去镀金 或者是说有机会把孩子送出国 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可是,你得到的这个结果 可能是反而是让你非常惊奇的啊 因为呢,在我其中有个观众朋友 就跟我说,她说她的妹妹呢 就是这样的 她的妈妈和爸爸非常辛苦的送妹妹去澳洲来读书 可是妹妹回去之后呢 第一句话给妈妈说的是,妈妈我恨你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国外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就是给妹妹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之后呢,她说到现在 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都一直不好 那我在这里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 虽然我妈妈是改嫁过来的 就说我那个时候呢 是跟着妈妈一起过来的 但是我接触过很多很多的留学生 我比他们很幸运 因为我一来到,我继父在这边就有家给我 我就比较安定 但是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孩子 在国内是完全是没有准备的 就被父母推到了这边来 而有些父母在家里边宠爱 甚至从来没有让孩子碰过任何东西的 甚至也没有教过孩子任何技能的 毫无准备的把孩子给抛了出来 那虽然说在海外呢 可以让孩子可以 就是说学到很多东西 在绝境中学到很多技能 可是也有孩子在这个绝症中 挣扎中受到了心灵上 心灵上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刺激 我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被在国内 也好任何地方 你想把孩子送出国外的家长们看到 也希望大家能传播出去给他们看到 我不是说不要让家长把孩子送出国外 而是如果你想把孩子送出国外 请一定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 要让他们知道国外的语言有多重要 让他们最基本的要学会 第二 因为呢 他们真的过来之后 爸爸妈妈不管在国内多有钱 多有势力 他们已经无法再照着他了 出到国外之后呢 语言不通 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了 实际上你有钱 都不一定买到人能帮到你 我说这一点 第二 心态上的 在国外出来之后 你不要有的爸爸妈妈觉得 哎呀我给走了我孩子钱 我也不需要他打工 他出来不会受什么苦 不是的 而是他出来之后 他将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的衣食住行 他要融入这个社会里边 他要去靠自己去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 然后要用不同的语言去做 他们将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 这些东西并不是说 哎呀不要让孩子去做 而是要让孩子有心理准备 而且呢孩子在国外 请家长们多打些电话 关心一下 当然如果孩子不需要打就不要打了 不要烦 但是家长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孩子跟我说 我在国外我很痛苦 我很失落 我很难过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妈爸爸都在忙 没有人理我 所以他们最无助的时候 如果爸爸妈妈没有随时的准备着去 去支持他们 他们那一刹那可能就崩溃了 我在海外呢 我碰过 我之前讲过很多很多关于留学生的故事 到现在我一讲起来呢 我全身都还会 就是起鸡笔歌的 就会很感慨 因为我不管你家里有多少钱 在中国家族有多大的事业 你在海外 你的孩子所面对的困难 其实都一样的 就算你不打工 就算你不缺钱 可能也要靠你自己去联络学校 联络这个联络那个 甚至读书 在读书方面 肯定也会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的困难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把孩子送出国外的话 请你一定要和孩子沟通好 了解好 收集齐了所有的资料和信息 让孩子去心里有个准备 然后再把他们送出来 我可以跟大家说 就算是一个成年人来到海外 这种打击 这种反差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以承受的 不要说一个孩子 可能有些时候 孩子很天真 我推出来 他可能也就这样了 有的人呢 在绝境中成长 但是也有的人在绝境中就堕落了 在海外呢 孩子又遇到过很多很多的问题 赌博 吸毒 堕胎 这三个在留学生里边呢 其实是比较泛滥的三样事情 因为在海外呢 如果他们交友不善的话 这三样东西他们是非常容易接触到的 而我希望父母在国内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些东西都教好他 基本知识 常识都学会他 至少出到国外 不会遇到坏人 不会让自己处在一种绝境的当中 还有很多父母说 哎呀我们 把我家 所有的家产都卖掉了 我供孩子都说 我容易吗 你是不容易 但是这个容易与不容易 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是怎样 而是你为孩子好 你有真正的问过孩子的感受吗 你有真正的去 把他该准备的装备都准备好了 再把他送出来吗 如果是一个在家里边 你捧着手心里边 什么都不让他做的孩子 你忽然间把他扔到了野外里边 他可能会成长 但是他也可能就堕落了 有些孩子在外边 他们过的生活有多堕落 你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甚至有的是功课不写 找人带写 甚至有的人是毕业不了 出去买个假的毕业证 回去骗父母的 我跟你说 什么样花样的都有 而这些东西 你能怪孩子吗 我们觉着父母的钱 我们这边心疼父母的钱 那边又心疼孩子 因为他们并没有准备好 而且也没有这个能力 在国外生存 像有些东西 OK你说你的生活技能 你可以搞定 可是学习呢 你把他你说 哎呀你拼命学 拼命学就行了 这个学习 因为你在国内 你是用自己本土语言去学习 可能你都不一定得满分 你到国外之后 你要从头以另外一种语言去学习 那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进 就能跟上呢 你又怎么如何一下子就能进大学考个好分数呢 孩子所面对的压力是父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而孩子在外边哪里做的不好 父母只是一味的埋怨 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换成你们来到国外 你们可能比孩子做的可能更惨 可能更不如孩子 所以与其责贵责怪孩子 倒不如去好好地了解孩子 去好好了解孩子的心声 一个成年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底下 都一样会要经历这种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 可是对一个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所要经历的这些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 同时也在历练和磨合他的心智 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些东西将会给孩子带来的是什么 那做父母的说 哎呦我们在海外 我们也帮不了什么 怎么办呢 那至少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正能量的鼓励 支持他 然后呢一种 就是永远是说 妈妈在这里 妈妈帮你 妈妈知道你很辛苦 妈妈知道你在那边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要加油 就是说一种体谅和关怀的心态 去来支持你的孩子 过越洋的这种距离 你可能不能手把手的帮到他 但是除了给钱之外 你可以把你的爱心送过来 你可以把你的关怀和支持和理解送过来 送到孩子身边 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 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知道我在外边的辛苦的 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失落 而知道他在外边遇到的困难 他所承受的是什么 这样的孩子才会心情平和的 去勇敢的去面对困难 所以很多孩子呢 在海外 你说有的孩子说 哎呀他学坏了 怎么怎么样 其实不是的 而是他们有压力 没有地方发泄 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所以呢就会容易学坏 容易去惹上 认识一些不好的朋友 去惹上一些不好的习惯 现在呢我的角色里边呢 就是我现在接触两批人 一批人呢 是已经来到澳洲的人 来到海外的人 一批呢是渴望着来出来的人 而每一批人要出来的时候呢 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我并不是说海外好还是不好 那每个人出来之后的感觉也不一样 当然大家都是想向往着自由 都想往外跑 可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是 出来之后所面对的困难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面对的忧郁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希望 把他们这两伙人拼在一起 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诉说出真实的东西 因为有很多人出国之后呢 很要面子 就是不敢于去诉说 我在海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很惨呢 或怎么怎么样的 而这种不敢诉说呢 在国内的人就造成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 像我造出来 有的人说 哎呀 以往我好羡慕你的生活呀 当然我现在已经跨过了那个不好的阶段 我已经把心稳下来 而且闯出了属于我的天地 那可以说我现在是幸福快乐的 而且我觉得我出来是值得 但是这个值得肯定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的 那这个很多很多的代价 大家在出国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 或者没有这么强的心理的承受能力的话 请你三思再三思 而我现在手头光是出国 受不了这种变化压力的人 得忧郁症的人多了去了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要出国的观众朋友呢 一定要做好 这个一定要做好功课 不单要看好的方面 也要看不好的方面 然后呢让自己好好的去衡量 至少呢在你出国以后 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做好这个去面对困难的心态了 那你才能去 才能有这个勇气 去面对这个强大的压力 而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呢 就是来了之后 他看了我的那个移民 澳洲移民澳洲到底好不好 在视频之后呢 心里得到了平衡 因为他知道 原来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那好吧 那我只有面对现实 通过努力改变我的人生 那我之前也跟他说过很多很多次 命运不是改变不了的 而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边 我们与其去抱怨 既然来到这里了 不如铁下心里边吧 拼出自己的新的天地 那我们就等于是从我们的这个层次 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领域里边 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新的层次领域里面 闯出自己的天地 我们必须从零开始 从零一点一点的爬起来 那当然 小孩子有小孩子遇到的困难 我们中年人有中年人遇到的困难 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 但是 只要你心态摆正了 我相信任何困难都可以让我们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自信 并且可以很自在自由的活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 在这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澳洲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天地 在一个自由的天地的底下 首先条件是 你必须拥有一个可以生存在这里的条件和能力 你才能真正的去享受这样东西 所以当你想要出国的时候 不要想的太简单了 这个世界哈 你得到任何东西 你都是要付出同等的代价的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